狗和小宝宝真的只能二选一吗? 许多新手爸爸妈妈因为小宝宝的出生 担心狗的细菌和小宝宝生病 或是不小心弄伤小朋友 都会考虑把狗送走 但是美国乔治亚医学院研究发现 家里有养狗的小朋友发生过敏的几率 比没有养狗的还要低 免疫力也比没有养狗的家庭来得高 美国伦敦大学圣乔治学院的研究中也显示 家中有养狗狗的小朋友 会比没有养的还要健康活泼 那以前的研究是 如果说有在农场长大的孩子 会比在都市里面就是生活环境干净的 环境的小朋友 他的过敏的几率是会比较低 但是当如果说 父母本身有很高的过敏的病史的话 小朋友一出生也是 也是有一些过敏的症状的话 但是不建议这样的小孩子再去 这样的家庭再去养宠物 但是如果说家里本身本来就有宠物 或是爸妈本身也没有很强烈的过敏的 的一些情况的话 不必为了要生小孩把宠物送走 因为的确有一些研究是 在两岁以前小朋友暴露在一两只宠物的环境底下 的确他暴露到在这些病毒的情况之下 他是会诱发他的免疫反应 走向比较不过敏的状态 其实只要让小朋友知道如何和狗相处 像是想要认识狗狗的时候 就要从侧面慢慢靠近 先让狗狗闻过之后再抚摸他 加上大人在一旁监督 实在不必担心宠物弄上小朋友 家长也不用陷入狗狗还是小朋友 而悬疑的难题 东台新闻杨国柱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